嗨大家好我是小群 那今天收到的這個Madehead寄來的這個禮物 新年禮物 那今天就來開箱給大家看 那順便幫他推一下他這些實體商品 因為有一些的話我是還蠻有興趣的 譬如說像這些珍藏卡夾 這些實體卡夾的部分 那還有這個是年曆吧 2021的 那這些的話是有他們有販售的 那等一下會開箱給大家看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 夏娃跟鐵扇的抱枕 不過他寄給我的是這個夏娃版本 那這個一個也是要蠻貴的不便宜 那這個的話應該是要把它套上去 要把它套上去自己套上去 這個我就不開箱了啦 反正大家到商店去看 因為這個如果要套上去有點麻煩 嗯就這樣 就是抱枕的部分 那我最重要的是要來開箱這些實體卡 因為這個是我有興趣的 那這個開箱完之後呢 應該會送給我的 鋼鐵許粉的乾爹們吧 好不好 因為這個也是感謝他們的支持這樣子 那首先我們 先來開箱我看一下 他們這邊有賣 他這個一個東西賣360啦 那價值值不值得大家自己去評估 那總共有6種珍藏卡夾的部分 那另外還有那個鐵扇啊 這個夏娃的暴枕 等一下我會把那個商店的連結放在 下方的留言致影處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們先來開箱這個 木西 木北歐吧 木北歐的珍藏卡夾 我猜一猜 登登 打開 哇 五屬北歐欸 這個我覺得蠻精緻的 大家自己看一下 他是實體卡片 呃北歐火北 暗北 然後 打開 打開 北歐神的 這邊是福利家 奧丁老婆 然後 木北歐 呃 索爾 呃 費雷 我覺得蠻精緻的啦 這樣賣360這樣子 那如果非常喜歡北歐神的話呢 其實可以 買回去做紀念啦 那裡面我直接把一張實體卡拿出來給大家看 他這個實體卡我拿費雷的好了 他其實蠻薄的啦 呃 不是那種 不是大家想像中那種有重量的卡片 齁 但是 整體上的話 大家自己看一下 齁 對焦一下 齁 就是長這樣子 有 有亮光 齁 但是不 不是很扎實的那種卡片 齁 沒 重量沒有什麼很 沒有什麼重量 好 薄薄的這樣子 這樣子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呃 好 好 那這邊是 北歐神的部分 那我們繼續開箱下一個系列 好 這個先放 先放旁邊 欸咻 好 然後再來呢 我們來看這個 希臘神系列 這個 沒意外的話應該跟北歐一樣啊 就是 裡面就無屬希臘這樣吧 嗯 OK 它是封面好 這邊 這是火希臘 好 好 然後這邊這一隻是 水希臘 然後裡面的話呢 好 就是 光希臘 我對焦一下 光希臘 木希臘 然後這是什麼 呃 暗希臘 那 最後是 宙斯 希臘主神 系列 就是這樣子 那卡片我就不拿出來啦 好 反正 質感的話都是跟那個北歐的是一樣的 這樣 好 好 好 再來 輪到 欸 這 黑金 項羽跟秦皇 我們先看奧丁好了 這邊還有這個奧丁的 瘋王 增長卡夾 好 喜歡瘋王的呢 就可以買這個 360我是覺得不貴啊 好 後面是奧丁 然後再來打開 裡面是 喔 喔這邊 這個是 日狼吧 欸這是幻化的吧 幻化日狼 這樣 長這樣子 然後 這個是 欸 幻化日狼 月狼 幻化的月狼 好 就是這樣 然後裡面打開 奧丁嘛 欸 奧丁前面不是有 沒有沒有 這是封面 奧丁在這裡 然後下馬西 術王 然後這個是 日月狼 合體 啊怎麼沒有薩魯曼 怎麼沒有那個 露西法 跟毒龍 怎麼沒有 七四跟八瘋王 九瘋王 好像跳過幾隻啦 啊但是 就畫面上看到這幾隻而已啦 就這樣 還是有什麼隱藏的 快關我們也開到 應該就真的就這幾隻齁 這個我把下馬西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下馬西就長這樣子 那它背後的話就是 實體卡 黑金卡 這樣子 OK 好 就這樣 OK 然後 看一下 奧丁的也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 我覺得奧丁的挺帥的 喔 也是都黑金的齁 背後都黑金卡 這樣 欸 我剛剛看的那個希臘神那些 那些 背後這一金卡嗎 我 我確認一下 確認一下 這個 好像這個就是白金 呃 這個火北 火北這個是白金 提爾 希臘神的部分 應該也是白金 我幫大家確認一下 我們拿火希臘的出來 齁 背後也是白金卡 白金卡 啊我這個影片是用那個 直播視訊錄的 所以可能 沒有像 生活影片的用攝影 那個 相機錄得那麼清楚 對啊 就是勉強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開箱這個 慢慢來 黑金流到後面 我們先開箱這個 珍藏卡夾 這是什麼系列 欸 沒有說什麼系列 這沒說什麼系列 欸 啊為什麼這個 瘋狼這裡有 瘋狼增長卡夾 啊這個就寫增長卡夾而已 不知道它的封面是 這是天照吧 天照 我把它打開 好 啊大捏捏 大捏捏 欸怎麼有一隻 泡 掉出來 靠腰這不是天照 這是 卯長祭 哈哈哈哈 他是 卯長祭 真的不要跟喬喬爾講 欸 怎麼 不然是掉出來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裡面有什麼 這裡面好像是聖誕系列的 怎麼一直掉出來 靠腰 這隻是誰 土蜘蛛欸 土蜘蛛 來了來了 好了 欸 這邊是九吞童子 九吞童子 然後玄女 九吞童子跟玄女 然後打開 這邊是土蜘蛛 這個是 大天狗 然後毛長祭 最後是 三特古羅斯 聖誕老人 反正這就是一個聖誕系列的 聖誕系列的 那背後的話應該也是白金 對都白金卡 好 那我們繼續看下一個 額 額 項羽的 跟秦皇的 這兩個開完就是 全部的 那我們先看秦皇的好了 先給大家看一下 黑金珍藏卡 這邊是秦始皇的 背後應該也是黑金 沒錯 然後再來這邊是 龐貝 這個也是今年 很有可能 會強化 會解放的一張黑金卡 我們看一下後面 登登 好 這是龐貝 蠻有收藏價值的 等一下 又把它塞回去 好了 而且這個 我發現這個有點細節 給大家看一下 好 比如說這個龐貝啊 他這個眼睛有沒有 眼睛的部分 是紅光 是會發 眼睛紅色的部分 是會反光的 會發光的 我不知道大家這樣看不看得出來 這個 我覺得挺 細節的 不錯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秦皇的 好 秦始皇的 好也是黑金卡 這樣千古一帝 秦始皇 這樣 OK 這些都是那個 畫師的心血 好 那我們打開 三藏跟亞特蘭提斯 欸這亞特蘭提斯 是那個解放前的 就是這樣子 摔回去 這樣 然後再來看一下這邊 鐵扇跟艾莉亞 鐵扇跟艾莉亞 大家應該比較想看艾莉亞 來我把它拿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嗯 喔這就是艾莉亞的實體卡片 OK 最後來看一下鐵扇的 欸等一下 這邊 好 就這樣 各個角度 各個角度 反正它就是會反光 亮亮的這樣 喔這樣比較清楚 這樣 有沒有 好 最後一張 最後一個卡夾開箱 最後這個的話 也是黑金正常卡夾 但它的黑金可能就跟這個 秦皇的不太一樣 它這邊封面是向羽 好 登登 青龜 欸 兩個型態都有欸 項羽的 兩個型態都有 給大家看一下 哇 這一個卡夾應該是比較新的 新的黑金 這個青龜 看它眼睛的部分都會亮 在陽光下 燈光下 有沒有 就是這樣 滿有收藏價值的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變身後的這個青龜 龍型態 登登 這叫啥 文龍秀喜 對不對 這個 ok 好來 繼續開箱 裡面喔 我還沒看過 來 項羽跟巴哈姆特 項羽跟巴哈姆特 給大家看一下項羽 破陣無雙 項羽 斯蒂卡 ok 這邊 這都黑金卡 然後再來開箱 另外一側 這邊是誰 喔 為啥會塞一張TERRY進去 黑金 增長卡夾 TERRY也算是一張黑金嗎 欸 這邊是TERRY跟阿努比斯 這樣子 來讓TERRY給大家看好了 也是黑金卡 這樣 嗯 ok 然後 阿努比斯是 解放後的吧 解放後的阿努比斯 對 好 以上呢就是這個 所有的 增長卡夾開箱 這都是實體卡 那當然其他有一些像 這個是 就這個 這個你們想看嗎 這個我也順便開一下 給大家看好了 欸咻 這個是 這啥 紅包袋阿 紅包袋 這個 這打擊吧 打擊紅包袋 打擊紅包袋 噔噔 然後這邊 這是 誰阿 這是誰阿 突然一直之間認不太出來阿 反正就紅包袋 然後還有啥 還有這個年曆 這個年曆阿 2021年年曆開箱 噔噔 裡面有誰 墓北歐 項羽 打擊 太子 噢 開箱 噢 我們來一頁一頁給大家看好了 來 這是第一頁嘛 然後再來 1月打擊 2月 太子 噢 都是西遊神 再來是墓北歐 墓北歐 然後4月 項羽 5月 潘朵拉 6月 賈比爾 然後 這邊是拉普拉斯 瑪雅 青龜 OK 是不是看那麼粗的年 年 是不是看那麼粗的月份 這邊是 墓西拉 北歐 洛基 聖誕老人 就是這樣子 這樣 這個好像沒有賣 這個我在商店是沒看到 對就是這樣子 好 那以上就開箱完畢啦 那就感謝妹的送我這個 這個新年禮物 不過我開箱完之後應該會拿去送 送了 大乾爹們這樣子啦 就回饋一下這樣子 那大家喜歡這樣子的開箱影片的話 會喜歡這個影片呢 記得按讚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好不好 有什麼想法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祝大家新年快樂 掰掰